好 來看到呢 在大陸日前對台灣石斑魚下了禁令 那麼現在教育部決定要砸6億元 讓全國中小學生的營養午餐 每個月都能夠吃到石斑魚 但是在一黨痛批 這個禁藥問題沒解決 讓學生吃有問題的石斑 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那家長能夠接受嗎 我們帶你快來看 我國的石斑魚因為被驗出禁藥 被禁止進口到大陸 農委會說好的要外銷到其他國家 結果教育部宣布 要砸6億買石斑 當成中小學生的營養午餐 也有人計算 若全國中小學生都來吃石斑 以石斑總產量1.8萬噸來計算 學生每個月吃一次 一個學期可以吃掉1600噸 等於是吃掉了9%的石斑魚產量 但立委質疑 禁藥問題解決了嗎 這個禁藥的問題解決了嗎 讓小朋友去吃這個有禁藥 換句話說也就是有毒的石斑魚 家長同意嗎 還沒查清楚石斑有無禁藥問題 就先叫學生吃 若真的像政府說的沒健康問題 怎麼不去處理好外銷困境 而是花納稅人的錢叫國人吞下去 全部的外銷增加了 對確實有增加 增加100噸 然後日本總共只要跟我們買三噸 我們消息去中國大陸是6000噸 做不到就做不到嘛 不要每次都用這種方式 用欺騙的手段 我覺得這是非常惡劣的一種行為 叫我們買單嘛 這些本來他可以賺外國的錢 海外的錢 你就等於是自己掏一包嘛 轉了轉去 對經濟成長沒有幫助 網友也瘋狂嘲諷 真的是九條好漢在一班 一人一條吃石斑 全民牽手吞石斑 政府解決問題的唯一絕招 是全民買掉 全民吃掉 難道蔡政府解決外銷困境的方法 竟然只是叫國軍和學生幫忙消化 算了一下大概我們中小群 加起來差不多200萬 所以我們有兩個大軍 一個是國軍大軍 一個是學生大軍 任何事情只要弄不掉 自銷就給國軍吃 國軍吃不掉就給學生吃 石斑外銷問題還沒解決 反倒變成花百姓的錢去買 再叫百姓給通完 政府的解決問題之道 讓全民看呆 記者張專民 許光浩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 現在為了救石斑 那麼農委會是一口氣 攢了6億元 讓學校的營養午餐 能夠吃到石斑 農委會主委陳欣仲說 營養午餐採用是 國產可溯源的石斑魚 每個月吃一次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農民林佳新鮮的 炮紅成績重生的是大小眼 其他魚種是不是得不到關愛 小朋友的學校午餐食材料理 而且這個前端 我們會把石斑魚做成魚片 那之後再給食材業者 提供給全國3000多所學校 那將近180萬個學童 業者增加 我們各式各樣的水產品 那剛好搭配石斑魚的議題 優先把石斑魚放進來 後續當然還有包括我們其他的水產品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透過學校午餐來推廣在地食材 當小朋友開始從小吃我們的水產品 吃我們的農產品 那他長大當然更會吃我們這樣的一個農產品 背後更有這樣的食農教育跟糧食安全確保的意義在 一個月一餐給學童們吃 當然我們是表示歡迎 當然我們是表示歡迎跟支持 但是我們要請教主委 像養殖台灣雕 還是其他農魚產品的業者 能受到同樣的短力 互惠的補助嗎 我們能一樣受到同樣力道的關注嗎 跟關愛嗎 我想是沒有的啦 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那疫情當下其他農魚產品 甚至農魚米們也苦哈哈的在苦撐 那憑什麼我們得不到政府這樣的關愛主委 那真正學童跟家長在意的食安問題 你們解決了嗎 石斑魚的疑慮我們獲得解決了嗎 那長期營養午餐團上業者出現的詬病也是冒牌 甚至以A冒V或在公差勤領補助 也十有耳聞這些問題解決了嗎 這個問題你從來沒有去解決 那馬上的這一種能站上第一線搶救石斑大兵的 又只有你陳主委肯幹這種事 那實際上這種事又是短力的行為 對農業又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頂多讓這些學童們 一個月吃到一餐的石斑魚 那我們何不一個月一餐給他吃蠻魚呢 不是更好 蠻魚的農民 蠻魚的漁民也需要你的幫助啊 那其他的養殖種植農民們漁民們 的預算在偏鄉學童的營養午餐上面 等於說平均每一位學生的每一餐 可以增加14元 只不過在這個萬物起漲的時代 14元能買到些什麼呢 像是我們看到的這一顆滷蛋就要10元 油豆腐要20元 而白飯一碗也要15元 還有這樣子的一瓶多多也要12元 我覺得不大夠吧 我覺得不大夠啊 可是也沒辦法 14塊養樂多一瓶吧 對啊就養樂多一瓶 那這樣怎麼自己真贏 還要看得到 所以啊 所以他多14塊其實那效應點不大啊 如果小朋友吃更營養的話 那當然14塊還好啊 可是如果今天多了14塊 他沒有多一些食物 讓小朋友提供更多營養 這14塊等於白花的啊 好像沒什麼差 其實是很少不太夠用 我真的要說14元的話 整體來講一定是不太夠 要講滿意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再更好 所以我覺得先做 做了之後再進一步去想說 我們可以做到更好的什麼程度 現在物價是很高漲的 就是包括買飯菜啊 然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的需求啊 這部分也確實大家都在忍耐 因為現在物價一直在漲啊 所以可能難免吧 還是會需要要漲 不然小朋友的營養 還是要照顧到 消費指數真的是太痛苦了 物價標實在太高了 對啊 對啊 多少有點小補啊 不然怎麼辦 每次都是選舉到了才有一些牛肉吧 至少說有一個改變也是不錯的 這個說實話 如果不是要選舉的話 政府也不會做這個事啊 但是不管怎麼樣都是好事啊 就我知道的話 目前的話其實像偏鄉小校 其實都已經有補助學童免午餐費了 所以其實這一塊應該是 就是影響不大 有一些東西其實可以放在刀口上啊 政府在這個部分上 應該也會有選舉上的壓力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也可以因此得到一些選舉上的利多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